香港政府上个月突然叫停投资移民 让很多大陆富人措手不及 有移民顾问表示 已经有不少大陆人转往他国移民 欧洲、澳洲和北美的移民数量大增 香港突然叫停投资移民 引来外界一片质疑之声 虽然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 叫停投资移民是为港府减少麻烦 不过业界有不同的解决 虽然香港特首梁志英解释 暂停计划是因为香港需要人才而不是钱财 中共媒体则批评是中国富豪推高了香港楼价 不过香港移民顾问邱国伟分析 叫停投资移民主要是因为政治的原因 最近一、两年 可能导致一些 比如贪官 透过一个香港投资移民 得到一个户籍 调查显示 近一半的中国富人都想移民 虽然首选曾是香港教廷之后 但随即令美、加、澳、紐、欧洲的移民查询大增 邱国伟的公司专作澳洲和紐西南 明显感受到这种热潮 政府宣布了 删减了香港投资移民 我们那两天的电话都很多 比平常感觉上 多了一两倍都不知道 近年来 主要大国纷纷提高移民门槛 甚至加强资产审查 另一些不知名的小岛国 如圣基斯、安提瓜、马尔他等移民大增 而且申请人几乎全是中国富豪 因为他快点 他不用再申请 等一大段时间再坐移民监 他可能就给一笔钱 去某些国家买个物业 甚至捐钱 他就可以拿到这个国家的护照 香港入境处表示 11年来 共有2.5万宗 获批申请香港投资移民 九层市大陆富豪 上月15日截止前夕 仍有1.5万宗申请等候审批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